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云也不至于嫁给丽群 受到这般的虐打 你呀 是你把这畜生当榜 这一切都要怪你 妈 这不能怪爸 他也是一心为我好 嫁给莫丽群 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这不能怪爸 不能怪他 你说话呀 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还让不让他们离婚 都是你 你脑子生锈了 你怎么能带药华去见佩云呢 你这不是存心要破坏他们的婚姻吗 你说什么呀 我坏他们的婚姻 慕天虎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妈 我让药华去见佩云 不就是替你完成什么你的诡计吗 什么诡计呀 口眉遮拦 胡说什么呀你 我胡说什么 行了别说了 成事不足百事有余 你 你真是岂有此理 自己任不亲人 反倒怪起我来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非给我个交代不可 你打算怎么处置 我 你如果再逼他们在一起 我就跟你离婚 女儿可是我十月怀胎 是我的血肉养大 她被人虐打 你不心疼我可心疼 妈 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要给我一个交代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处置 莫莉群 我真想杀了你 我真想杀了你 张秘书 叫莫总经理到我这儿来 你要怎么做 我会逼他欠离婚书 今天我就逼他签下离婚书 然后 我会执行我自己先前对他的警告 我会让他知道 我慕天红 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什么警告 你等着瞧吧 爸 最多就是我和莫莉群 夫妻缘禁 此外 你可别对莉群 有何多余的惩罚呀 这事 我和莫莉群早有约定 就以我们之间的约定办吧 你们谁也别智慧了 你тер长有选择 我比你深昂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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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臭巫樒 怎么di 那么准ério 这是别选择 你 看你 می象 您 讨厌 都过去的事了 还有这相片做什么 砸了它 砸了它 烧了它 烧了它 吃了它 看看是佩云漂亮 还是我漂亮 差不多 平分秋色 不分上香 不过 我比它年轻 所以我更胜一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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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直岂有自理 莫名其妙 不可理喻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真是的 听我说 我不听 我已经说过了 我已经马二十岁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再见 你等等 这次佩云托我 送给你的胸针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你的旧情人 送我的任何东西 我超越你们 小蝶 该死的混蛋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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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你还不走 你是想让你爸 把你打死 你要是害他坐牢的话 那你可就大不孝了 滚下 我真后悔 将你抚养长大 我更后悔 将佩云嫁给了你 俗话说得好 好狗不要鸡 好汉不打鸡 而你却三番两次的 殴打佩云 你简直比畜生都不如 我 我 我今天非跟你做个了断不可 这里道 是你和佩云的离婚书 你签名该指印吧 否则 否则上了法院见了报 你更难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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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和佩芸的缘分 算是到此为止了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的警告吧 爸 我现在就解除你所有的职务 从今天起你就滚出牧师企业吧 伯父您就再原谅力群一次吧 我已经原谅过他了 今天谁也不许替他说情 他只是木匠代价自作自受 怪不得我 把离婚书签了 念在 昔日你父亲曾经帮过我的情分上 我扔给你一条生路 你拿着这只怀表 到本府中区的电当街 找货源当铺的记瞎子记掌柜 你将怀表交给他 然后就听他的安排吧 他会给你一份工作的 我不要什么工作 我只有佩云 我只有佩云 这离婚协议书 我是不会欠的 我绝不欠 不欠 你 不欠 你可以撤出我所有的职务 你可以拿回我所有的一切 但你不能夺走我对佩云的感情 你不能夺走我对佩云的爱 我绝不和佩云离婚 我绝不 绝不 我绝不 你混账 现在可由不得你了 你若不欠离婚书 那就等法院来裁定吧 我现在 就给寻不方打电话 我先告你殴打佩云之罪 伯父 伯父 您怎么样 您一定喝多了 你还不赶紧走 你是不是想把你爸给气死 你还不快走 混账 你 你这蠢事 伯父 您来 您先坐会儿 我去帮您倒杯茶 你真想把我活活的给气死 伯父 您先喝口茶 消消气 伯父 伯父 你怎么了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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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你们房门外听见你们俩在房间里戏闹玩笑 我心里还在想 夫妻真是床头打床尾和 哪知道回头见丽群又对你动粗了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你说什么 我和丽群在房里戏闹玩笑 是啊 我还听到丽群要你替他生个孩子呢 妈 您是不是听错了 您在哪听见这回事的 就在今天 就在墨家 在你和丽群的卧房外啊 丽群的声音我是不会听错的 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 我 我和丽群 我和丽群不同房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今天 我更不曾和他在卧房里待过 你说什么 我和丽群不同房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今天 我更不曾和他在卧房里待过 那那个女人是谁呢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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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丽群的叶子 没关系 你也不想让我来 我和丽群的叶子 我们的叶子 在佛房里待过 我丽群的叶子 我和丽群的叶子 在我们的叶子 我丽群的叶子 你不想让我丽群的叶子 你不想让我丽群的叶子 我和丽群的叶子 你不想让我丽群的叶子 你别坏事 你先到客厅待着 时候到了 就一计二计 走 走吧 难道在立群房里的 那个女的是采薇 采薇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不可能会是采薇 她是我最要好的同学 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青铜姐妹 青姐妹 还能横刀夺爱呢 别说是青铜姐妹了 而你不是说 当时立群和采薇 是一起出现的吗 是啊 可是 是啊 我在公司的时候 立群告诉我们 她要去接采薇 让采薇带着新的女佣 给你瞧瞧呢 而我到场时 新女佣已经在客厅了 那就说明 立群已经带采薇回家了 所以在立群房里的 那个女人不是你 除了采薇还会有谁 走 去哪儿 去如意馆 你爸和立群在那儿 大家当面把事问清楚 妈 何必呢 若是采薇与立群 他们真有暧昧 就成全他们吧 我既已决定和立群离婚 又何必在意这个呢 家事 他们之间真有什么 就由他们去吧 不成 古作古响 罗作罗敲 直切冬瓜横切瓢 是什么就怎么 那能是非不分 横竖不管地由他们去 可万一冤枉的采薇 叫我今后如何面对采薇啊 我岂非 从此将要失去一个最好的朋友 如果不将此事啊 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难以心无疙瘩地面对采薇 如果事情弄清楚了 采薇果真是糖皮蒜泥馅 你也不至于把它错当成挚友 而受其所骗呢 走吧 我们去 不行 绝不答应 绝不答应 不合理 不可以的 好好好 听我说 咱们绝不答应三期的新约 咱们明早一起到牧师企业的总公司 去抗议 对 去抗议 我们要不答应 请大家先冷静一点 不要那么激动 事情闹大了 闹僵了 闹翻了 对双方都不好 我想明天早上还是由我再到牧师企业总公司去走一趟 我先以我的技术转移权和他们谈判 我一定会替大家争取应有权益的 可是有传言说 你已经被牧师企业收买了 而且已经将技术转移权 高价卖给了牧师企业 还说三期新约 这都是你私底下向牧老爷建议的吧 怎么会这样呢 真是的 胡说 那是不实的谣言 这是牧师企业某高层人员故意散播出来的谣言 目的是要离间你们和叶耀华 让你们逼走叶耀华 你们可千万别上这个当啊 可没道理啊 逼走了叶耀华 对牧师企业有什么好处啊 对啊 没了耀华的技术指导 对牧师企业对我们查山都没好处啊 对啊 没错 可是这个牧师企业的高层人员 他可不在意这个 他只满怀私心 想早早将耀华赶离此地 以免耀华对他形成危险 是这样啊 你说的是谁啊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谁啊 谁谁谁谁 这是我在牧师企业里所获知的内幕 所以你们可千万别上当 千万别让人离间了 那你说的这人是谁啊 对啊 牧师企业的总经理 莫丽群 怎么会是他 不会吧 莫丽群 没当 妈 佩云他爸呢 爸他回去了 回去了 我们才从家里来呢 没想见我爸 我是说 爸他先走了 他说 他要先去杨商俱乐部 和一个杨商谈点事 那你还留在这儿做啥 采薇呢 采薇 他多喝了几杯 人不舒服 所以吃了药 在那房躺着呢 你为什么还不回去 你为什么还不回去 我心情不好 想让一个人在这儿坐一会儿 别怕回去 接不到佩云 请问他说 佩云他爸 和你谈过 你和佩云婚约的事了 你签了吗 不 我不见 我不愿和佩云离婚 我不跟佩云分开 最后佩云他爸怎么说 爸他说 他仍然希望我和佩云 能白头偕老 岂有此理 什么白头偕老 佩云不叫你给打死 就已经是老天保佑了 还指望什么白头偕老 还有 我问你 你和采薇是不是 你给我出去 我有话问你 佩云 你坐一会儿 妈 什么事啊 出来再说 你不是正为学费烦恼吗 这里头除了注册费 还够你缴 这学期住校的住宿费 你拿去缴了 我 快收着 别弄丢了 我到情室练琴去了 回头进 佩云 这事永远只有你之我之哦 别告诉别人 这事永远只有你之我之哦 别告诉别人 谢谢你 佩云 他 炽薇 莉 莉取 嗨 嗨 嗨 晚上有空了 请您看电影 你请我看电影啊 其实我是想约佩云看电影的 可她却说得要你一块儿去 如果你答应了呢 她才肯去 所以 我 大家都知道 你家里的环境不好 连交学费都有困难 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闲钱去看电影了 我想佩云一定也是想到了这一层 所以要我约你一块儿去看电影 你可千万别辜负她的好意了 佩云对我百般的好 我真不知该怎么谢她才好 可我 说到这儿 我和其他同学们正商议着 要发及对佩云的表扬活动的 我们打算让学校和报社都知道 佩云对你的善举 好好地表扬一下佩云 你是说 佩云不是接连好几个学期 佩云都拿钱给你交学费吗 这可是一项值得表扬的美事 不是吗 你们 你们都知道了 这是永远只有你之我之哦 别告诉别人 这是永远只有你之我之哦 别告诉别人 这是永远只有你之我之哦 别告诉别人 是永远只有你之我之 靠个只有你之我之 靠个只有你之我之 原来是江青甘育的利用我 是永远有力量时 当然是永远有力上限 是永远有力上涯啊 若是永远有力上 是永远有力上 是永远有力的 是永远有力上 $%$%%-%&%$%%&%&%! 三位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 咱们 我让你和佩芸对峙 她硬是不承认 我今天在你们房外听到的事 我可听了一清二楚 你别想叫来 走 采薇的卧房在哪 我们去问个清楚 妈 真是您听错了 或许是下人们在我屋里瞎胡闹吧 我回去一定查个明白 你瞎说 回家 回家 我们回家 黑云 走 黑云你怎么了 妈 黑云 我该死 该死 我怎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 我 我真的完全不清楚 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该死 真该死 都是我不好 我如果不扶你进我房里 也就没事了 黎君走了以后 你忽然倒在我身上 我以为你不舒服 想让你先在我房里躺一会儿 谁知 谁知道你已到我房里 你就强调我暗在床上 然后 我混账 我该死了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我知道你喝多了 我不怪你 你走吧 你别管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是 是我不好 我 我 我不会不管你的 我会负起我 应付的责任 事已至此 那 你就跟着我吧 可是 你知道吗 我有未婚服 我们原打算 年底就要结婚的 可我现在 现在还怎么 怎么能嫁给他们呢 我现在 除了跟着你 还能跟谁呢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会善待你的 我会善待你的 不过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裴云他妈 和裴云知道 我会设法安顿你的 你刚才啊 真的好辜负 不过 你记住 这事谁也别说 爸 你 爸 你今晚喝多了 我没敢先离开 就等着送您回去呢 没事的 爸 我是看见采薇 扶爸进房 可这两个时辰 你们在房里做什么 我没有看见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往外说的 请爸放心 请你们放心 好吧 那你开车送我 回锦园吧 是 商场啊 勾心斗角 尔语我诈 像你这么老实的人 是斗不过牧师企业的 所以呢 我回来帮你 我搬回来住 就能让你天天都知道牧师企业的内幕 所谓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说的也是 做人啊 不能忘恩负义 所以呢 我先报了你的恩 再离开 嗯 你放心 我会付你房租的 多少钱 你开个口 你如果仍旧叫我叔叔呢 就免你房租 不过 你若改口叫我耀华的话 怎么样 也免房租 啊 因为 我不会让你住下的 你如果当我是叔叔 我自然不怕闲话 否则难免流言肥语 会将你我说得非常不堪 我怕 我不怕 可我怕呀 怕什么 俗话说 只要行得正 哪怕和尚尼谷共板凳 除非 你对我有歪心思 胡说 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歪心思呢 那就是你怕我 抵挡不了你的魅力 我心里的 对你有没有 也会像你 你发现 本来是不听 不听 我说 你 就看你 不听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再给他们个机会吧 你怎么一日三反复呢 你还让他们继续在一起的话 迟早会出人命的 妈 我回去就将家里的自卫手枪交给佩云 我若是再对佩云动粗 就让他一枪打死我 打死你 打死你他就不用坐牢吗 你小子 要再感动佩云一下 我就什么也不顾忌地和你 同归于尽 我会枪毙了你 佩云 小姐 佩云 佩云 你怎么了 佩云 佩云和妈一样 荣医放胃疼 有没有味药 没有 快到我房间去拿味药 佩云 佩云 快点 佩云 怎么了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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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佩云 佩云 都是你惹的祸 你冷静一点 佩云 你别这样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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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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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